男人溜进少女家里 站着女孩睡着 开始肆无忌惮地抚摸女孩的身体 更过分的是 他竟然还亲了女孩一下 作为一名在监狱里待了20年的犯人 刚出狱 当然是要开开婚 晚上 他就吃着甜筒 站在马路上 一脸猥琐地看着人来人往的大白腿 这猥琐的样子 就连导演都得让他熟练点 原来 男人叫扎辉 20年前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因为强暴杀害了自己的女友阿雪 锒铛入狱 在监狱里 到处都是捡肥皂的肥男 扎辉想过自杀 就用铅笔往自己的脖子里扎 结果人没死成 反倒是把自己弄成了哑巴 捡灰一头命的扎辉 开始疯狂锻炼 然后把那些让自己捡肥皂的监狱大佬 打得满地着牙 就这样 他平安地在监狱里度过了20年的光阴 出狱后 扎辉的心里依然时不时地看着吊坠上女友的照片 然后再次露出坏笑 果然是个蠢蠢的变态 为了有钱买甜筒看大白腿 扎辉在琴行找了份工作 可就在这一天 他突然看见一个弹琴的少女 和自己死去的女友长得一毛一样 这一瞬间 扎辉居然激动地哭了 也许是变态心里继续作祟 他竟然一路里随女孩 看见一个洛杉湖来接他 这显然是女孩的父亲 为了接近女孩 扎辉赤巨子打车 一路跟着父亲俩回到家 不光如此 他还在附近租了个破房子 买了个望远镜 随时观察别墅里的状况 扎辉发现 女孩的父亲居然在打他 事后又很自责 摸着女儿的小手道歉 扎辉一看 这哥们可比自己变太多了 这是他不允许的 几天后 扎辉竟然带着一个果实袋 来到海边 从果实袋里拉出一个人 然后就这样 直接从悬崖上扔了下去 当警察华哥发现尸体 瞬间就牙脉呆住了 尸体表面被人用喷枪都烤熟了 脑袋还被石头砸得血肉模糊 再加上海水的浸泡 已经很难辨认出身份 死者的手里还攥着一枚钮扣 好在香港的科技足够发达 依靠谷歌3D建模 终于确定了死者 正是女孩的父亲洛腮胡 经过华哥分析研判 很有可能这是仇杀 不然不会把死者弄得这么惨 华哥带队来死者家里询问情况 一进来就看见女孩母亲在刷地 经过询问 华哥感觉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只好回警局重新找线索 与此同时 华哥刚走 扎灰竟然就来到了女孩家里 安装了一个窃定器 而华哥这边也发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原来死者还有另外一个女儿 叫阿雪 正是扎灰之前那个被他害死的女友 一片玻璃从天而降 要不是中间有铁柱挡着 下面的人可能要被切成两半了 华哥抬头一看 扔玻璃的人竟然是扎灰 原来就在华哥查到线索后 就把扎灰当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还请他来警局喝茶 但现在没有证据 扎灰又是个哑巴 最终华哥也只能放扎灰离开 第二天 女孩就在弹琴的时候发现 琴铺里竟然夹着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为了找到证据 华哥第二次来到死者家 女孩的母亲依然在洗着地板 华哥询问了关于阿雪的事 母亲说 两个孩子都是他领养回来的 华哥一听眉头紧皱 两个领养回来的孩子 竟然相差18岁 而且长得一毛一样 这显然不科学啊 此时的华哥意识到 当年的事情一定不简单 于是他找到了当年扎灰的大学同学 从同学口中得知 原来当年的阿雪和扎灰 是一对极好的情侣 至于为什么扎灰会杀死阿雪 他们也没想到 晚上 知道华哥在调查自己 扎灰竟然来到华哥下属的家里 将女警泪晕 然后用女警的手机 拨通了华哥的电话 当女警醒来 发现手里正转了一枚钮扣 和死者手里的那枚一毛一样 如今 想要证明扎灰是凶手 那就要确定钮扣是他的 华哥将扎灰遇到一个缆车上 这里是当年他和阿雪一起约会的地方 华哥故意用言语刺激扎灰 两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 关键时刻 扎灰用华哥的手枪 打碎了玻璃逃走了 而警察也在第一时间 来到了出租屋 发现衣屋子里 都是扎灰透灰女孩的证据 还找到了缺少两枚钮扣的衣服 现在证据确凿 警方开始全程抓捕扎灰 华哥怀疑 扎灰的目标应该是女孩 于是第三次来到死者家 依然看见女孩的母亲在刷地 这引起了华哥的注意 如此干净的地 到底有什么好刷的 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华哥的脑海中 女人整天都在刷地 可地面却一点也不脏 这样诡异的行为 让警察华哥注意到 随着紫外线灯的照射 地面出现了光斑 这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但问题是 母女俩不可能将一个200斤的男人尸体 在短时间内拖到海边 也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他们 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华哥一下就想到了扎灰 为了弄清真相 华哥将女儿的母亲带回警局 老虎蹬一坐 女人终于将20年前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当年的扎灰和阿雪 感情一直很好 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因为阿雪的养父洛塞胡 一直都在侵犯阿雪 洛塞胡以为 这孩子是自己和阿雪的孩子 随着孩子的长大 洛塞胡发现 女儿竟然和阿雪长得越来越像 这让她那变态的内心再次膨胀 想要把女儿再次占为己有 甚至不让任何一个男孩和她接触 出事那晚只是因为女孩的一个电话 洛塞胡就勃然大怒 这一切都被远处的扎灰看在眼里 为了保护女儿 扎灰过段朝着别墅的方向跑来 而此时 面对洛塞胡的暴力输出 女孩本能地推了她一下 结果没想想 洛塞胡踩在了电话上 直接从二楼摔了下去 就在华哥审问时 扎灰竟然绑下了女孩 还把自己那条项链 戴在了女孩的脖子上 然后约华哥来天台 此时的华哥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大概 还没等她证实 就看着扎灰对她张了张嘴 然后往后一摇 从楼上跳了下去 当华哥下楼 却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扎灰生前编辑好的 果然和华哥祥的一模一样 女孩是扎灰的亲生女儿 20年前 洛塞胡这个变态 为了占有阿雪 不让阿雪和扎灰见面 向阿雪软禁 一天 阿雪趁着洛塞胡睡着 偷偷打电话给扎灰 两人商量好一起私奔 但这一切都被洛塞胡听见 争执间 洛塞胡失手杀死了阿雪 为了脱罪 洛塞胡伪造了现场 嫁祸给了来找阿雪私奔的扎灰 20年后 当扎灰看见女孩 马上就明白 那是自己的女儿 这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幕 他本想杀死洛塞胡 解脱女儿 但当他赶到别墅 发现洛塞胡竟然坠楼身亡 于是直接把尸体拖到了海边 当母女鼓气勇气 看墙地面 他们看见的只有几行血迹 华哥被这个真男人的事情感动 没有再往下调查 当阿雪来找华哥 想问一下 那个一直在自己身边 从未出现的人是谁 华哥只是给他看了照片 然后说道 电影也就此落下帷幕 这部电影 扎扎灰演技炸裂 尤其是看见女孩的那一幕 虽然一句台词都没有 却把人物刻画的入目三分 不愧是金马影帝的表演 剧情反转的也足够跌宕起伏 推荐各位小伙伴去看看原片